大家好 我是迪安尼文贵 这四秒小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国内的测试的一个格局 为什么说 测试的格局呢 其实从小米苏七这个上次发布会 这个现场我们可以看出来 现在我们国内的 整个汽车圈啊 分成了三波 第一波就是 金圈 金圈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些互联网啊 就是科技公司 对吧 以现在呢 以小米为领域核心的相当卫销利啊 把这些企业 然后带上一个长汽车 他们呢 基本上是在北京 或者说北京的周边 对吧 然后呢 形成了一个合力 从这个小米苏七上次发布会 这个现场 我们就明确可以明确的可以看到了 对吧 魏小李 对吧 这个三个 这三个人呢 他基本上呢 之前的时候呢 也是在整个互联网科技公司里面呢 就是说 对雷 雷军雷总的这个加募地位呢 还是比较认可的 是比较尊重的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呢 都是有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圈子 对吧 然后呢 围绕着北汽 对吧 然后呢 在外带一个 卫锡军 长汽车 他们呢 也是在北京有自己相应的一些办公地点 对吧 所以说呢 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金圈 形成了一个互动 那么第二个圈子呢 基本上是 应该是说长三角 长三角就是说以 上海杭州周边的 然后呢 是安徽 对吧 就是啊 就是那个长三角 这些地区的 像那个长安 上汽啊 吉利啊 对吧 像那个林跑啊 像哪吒 像这 这部分的 这部分呢 他们呢 基本上是围绕着 这个圈子里面 他们在各种舆论的各方面呢 也是会形成一起来 然后呢 最后一个呢 就是新元汽车的一个既得利者 那么以比亚迪为主的广东派 对吧 比亚迪 还有这个 这个广西安安 广西集团 以他们为主的 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是一个既得意义派呢 因为像比亚迪也好 还是这个广西安安也好 在我们国内呢 已经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 以广东南部 最难端 经济发展 还还算是非常不错的 这样的省份啊 用这样方式呢 去推进新元汽车的一个发展 而且走的呢 步子呢 也相对说是比较快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他们呢 就形成了不同的格局 以广东派为主的话 基本上像比亚迪也好 或者说广西安安也好 他们基本上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个既得利益 对吧 然后呢 要维持他们是现在是属于守的那一方 对吧 那么另外一个呢 像那个长城 长城汽车啊 还有那个魏小李的小米汽车 甚至是包括目前为止的这个 像这个北汽南谷这些品牌呢 他们呢 可以说是 以就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啊 为主要目的的 因为之前这些公司之前都是在北京 他们相对来说是就是有这种饭 我就这种权威 所以说呢 他们在整个舆论控制上面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啊 比较强的 所以说呢 他们有有那种饭 就是很多人都说 哎 我北京来的啊 我金区出去了 就有这种饭啊 那么第三个呢 第二个呢 就是说那个 像那个上汽啊 吉利啊 长安 以他们为 包括东风啊 以他们为主导的 就是那个长三角地区的 长三角地区呢 大家自古以来 他们呢 基本上是以那个 啊 以实干性啊 为主 然后呢 就是比较踏实 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调的 所以说形成了这样的圈子 然后呢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在系统里面呢 就是说整个啊 车机的系统里面 还有一个华为 华为呢 在整个啊 广东 整个广东系里面呢 他们相对来说是 呃 跟他们寻找他们合作 失败了之后呢 他们只能是合作 相对来说比较深的啊 就是那个长三角地区 长三角地区呢 他们一直是 也是呢 湖北啊 啊 重庆啊 对吧 啊 成都啊 这一条线就是长 就是长江流域啊 这条线 他们呢 是抱上去哪的 所以说现在华为呢 基本上呢 寻找的 就是这条线上呢 比如说华为问键啊 他是跟那个东风小康 对吧 合作的 对吧 然后呢 长呃 华为呢 他是还要跟那个北极南谷 但是啊 从北极南谷这一套东西出来 也啊 也不怎么样子 但是现在整体的这个舆论呢 所以说形成了这个国产汽车呢 国产新轮汽车呢 已经形成了这种三足鼎立 三股司力啊 鼎立的这样的情况 或者说抱团群态这种形式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未来整个啊 新轮汽车里面啊 就是说真正的能够啊 活得最久啊 这个东西呢啊 真的不好说 因为这三股力量呢 也是 是代表了我们国内资本的这个三个司令啊 或者说三三个团体 或者三个团队啊 是这么样的情况 就是三个圈子 在这个三个圈子里面呢 呃 谁也不让谁 但是呢 他们呢也是陆续续的啊 形成了一股相互竞争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另外一个呢 像那个一气啊 一气呢 相对来说啊 目前来说呢 他是要投向金圈呢 还是投向这个长彩脚呢 现在还不好说 如果说有一气加入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呢 啊 基本上长三角可能会实力强一点 因为到最后呢 还是要实干的 你那些花里胡哨的啊 这些东西的话 就拼命的控制舆论这些东西的话 就好比现在啊 事实上的一个情况 就说啊 我们普通老百姓打工 对吧 以前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集中到去北京 对吧 去天津 然后去了 后来呢 说去上海 那么再后来呢 说去广东 谁说像上海这个区 长三角跟珠三角 基本上呢 是一个 相对来说是比较啊 活力比较盛的 但是目前的这个呃 珠三角地区呢 他是临近靠近香港啊 他们之间的这种呃 相对来说寻求港资啊 或者想寻求国外的资本啊 这个助力呢 是非常多 包括著名的13行 对吧 也是从广东那边开始的 然后呢 呃 像那个 长三角 长三角地区呢 他自古的话 虽然上海这地方是国际的金融中心 对吧 是我们国内的 但是呢 更多的还是立足于我们本国的 相对来说 所以说从这个品牌里面 从这个资本的这个最底层逻辑来看的话 啊 长三角啊 这些车企呢 他们的这个爱国情维 还是想基于我们国内市场吧 这个事情干 干好的 那么另外一个 至于金宣这里面这几个品牌 他们更多的 对吧 可能说也有 一些领 就是说 引进了国外资本 包括一些国外的资本呢 他们也是希望 依靠这种金圈啊 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呢 形成了对于舆论上的控制 对于舆论上面这宣传啊 是这么情况啊 所以说呢 目前整个国产新轮汽车啊 就是说形成了这个三足鼎立的这样态势 而且这个背后呢 都是有三股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本啊 在支撑着啊 所以说 这些视频呢 我们就非常这么多啊 也相对来说 我是比较隐晦的把目前我们国内的整个新人车市的啊 归类了 然后呢 细致的话呢 我不敢说了啊 再说下去呢 我怕我这个账号啊 咱们又被陷入了 发不出去了啊 所以说大家尽量一下啊 然后呢 懂得人基本上都懂啊 欢迎大家啊 报喜和点赞 关注来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